品尝九宫格火锅蛋糕,周岁抓粥 6月23日,在重庆动物园四只大熊猫双重喜庆周岁生日宴上 熊猫宝宝们特色轻生,卖萌不断 记者看到四只熊猫宝宝的育幼园已装扮一新 园子里悬挂了轻生装饰 动物园工作人员和市民一同为熊猫宝宝们准备了九宫格火锅生日蛋糕 蛋糕的底座是火锅样式 九宫格内装满了大熊猫爱吃的竹叶,竹笋,胡萝卜等食材 工作人员将火锅蛋糕摆在园中 在美味的诱惑下,四只肥嘟嘟的大熊猫宝宝你追我赶的奔向蛋糕 这四只熊猫宝宝都生于2019年6月23号 大熊猫南乡产下了双胞胎兄弟双爽重重 大熊猫猫仔产下了双胞胎姐妹喜喜庆庆 面对美食,熊猫宝宝露出了熊孩子的本质 边吃边玩,甚至开始大肆破坏生日现场的装饰布置 在饲养员围追堵截下 熊猫宝宝们则抱住饲养员的大腿,卖萌撒娇 抓粥是中国新生儿周岁时候的传统 饱含对生命的延续和兴旺的祝愿 重庆动物园也为双重喜庆四只宝宝举行了抓粥仪式 爱学习,爱运动,爱美食,爱美丽 四个周面前,爱美食成了熊猫宝宝们的最爱 据了解,四只熊猫宝宝发育良好 一天要吃三次奶,还要添加竹笋,竹叶,苹果,胡萝卜等 能吃能长,现在它们的体重分别是 双爽34.5千克,虫虫33.5千克,洗洗29千克,庆寝28千克 不仅如此,它们也展现出了不同的性格特点 有的活泼爱动,有的文静庸懒 我们动物园会逐渐的那个加大这种风容那种力度 不断的改变龙舍的格局,进行环境风容 同时呢,我们也不断的进行变换 这样是提高动物福利,让它们在这幼儿园里玩耍得更快乐 还有在食物这一环节,我们要给它添加腐蚀 提高竹笋的那个投食量 另外呢,适当的给它增加一些竹叶 让它逐渐接触竹叶,咬竹叶,慢慢的适应吃竹叶 学会吃竹叶